自东汉时期以来 中义借助联通古丝绸之路和汉上丝路建立往来 相互交流 已有上七年的文化和科学交流史 1978年 中义两国政府签署科技合作协定 经过数十年共同努力 双方科技合作规模逐步扩大 已成为中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落实中义关于加强经济合作的三年行动计划 2010年10月 在两国领导人见证下 中国科学技术科技部部长万刚 与意大利公共管理与创新部部长布鲁内塔 签署了关于创新合作的谅解备忘录 2011年4月 中义技术转移中心在北京接牌 自此 中义科技合作交流史上 这一里程碑式的项目正式进入实施阶段 由中国科技部和意大利教育大学与科研部 共同主办的中义创新合作周 是中义技术转移中心知名品牌活动之一 每年轮流在中义两国举办 自2010年首届以来已成功举办七届 中义创新合作周 以中义携手创新共赢为主题 聚焦两国科技创新资源 进一步加强了两国科技交流与合作 为中义两国政府 企业 大学 研究机构间的科技合作提供了优质的交流平台 促成了一大批中义科技合作和技术转移项目 以成为连接中国与意大利科技新资源对接的重要平台 2016年10月 第七届中义创新合作周 在意大利纳布勒斯科学城 博洛尼亚 贝尔加莫三地举办 中义技术创业中心组织中方高校院所 企业代表500余人赴亿参会 本次合作周 有八位中方代表 备授予中义科技创新合作贡献奖 并举办了中义创新创业大赛启动仪式 签约仪式 以及中义技术转移中心贝尔加莫办公室 鸡牌仪式等活动 中义创新合作周 作为中义两国双边科技合作重要的品牌活动 在智能制造 生物医药 节能环保 航空航天等领域 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其中 中国国家摇杆中心 与意大利空间局签订协议 启动中义大学生 共同绘制月球图像 中义双方多家研究机构知名大学 共同开发月球三维可视化系统 七届合作周以来 累计餐会代表4000余人 共推动双方企业进行技术对接4400余项次 达成合作意向近600项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副总理汪洋 意大利总理伦奇 中国科技部部长万刚 意大利教育科研部部长马利亚卡罗拉 意大利教育大学科研部部长贾尼尼等两国重要领导人都应要出席并给予高度评价 第八届中义创新合作周于2017年11月14日至17日 在中国本京、成都、贵阳三座城市同时起目 三地联动、两国矚目 中义创新合作周将以更新的面貌、更广泛的领域关注 为两国参会代表提供优质的交流平台 本届合作周将迎来2500位中义双方代表参会 期待双方的创新主体在交流中受到启发 在合作中实现共赢 远中义双方携受推动科技创新合作 为两国经济发展 乃至应对全球重大挑战 做出新贡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